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梁美芬称 她感受感动也让她备受鼓舞 用了很大的努力 因此我自己就很想和那些同学说 我说大家一个社会 是你争取去改善 就不是毁灭了法治 不是不尊重 甚至剥夺别人的学习和言论的自由 梁美芬与香港城市大学很早便结缘 她称那里是自己成长的地方 1997年回归以前 为了近距离的了解一国两制和基本法 梁美芬前往北京学习 香港回归后 她在香港城市大学开设了香港基本法的相关课程 成为为数不多的 首批在港开始基本法教学的老师 在她眼中 郝老师应是以身作则 言传身教 她希望给予学生全面的教导 让他们坚持法治 在教授的角度 我一定会将香港的角度 当年英国的角度和中国的角度 都会全部讲给同学 从历史的故事到现实的争议 所以其实同学大部分都挺投入的 我自己都很享受 而且我觉得真的带有一个使命 我是深受一些好的老师的感染 我认为生命是影响生命的 梁美芬的身教 除了表现在对宪法和基本法课的坚持 也体现在多年来对香港法治的坚守 作为香港立法会议员的她 曾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要坚守法治 反对社会上以暴力解决问题的做法 她也因此频繁受到攻击 她的办公室被多次泼红油和人气油弹缝烧 她也接连收到午夜电话 和恐吓性 对此她称很难过 希望年轻示威者悬崖勒马 不要自毁前途 香港是一个法治的社会 只有法治才可以和平去解决香港的问题 令香港可以继续繁荣和发展 现在所谓的黑衣人 他们其实是干犯人家的言论自由和人权 是毁灭了这个社会 而不是改善这个社会 我很相信 其实他们那代年轻人里面 还有很多人不认同他们用这些野蛮 这么暴力的方式去表达 所以我认为大家真的应该沿崖立马 还年轻 现在停止 还有很多人 还来得及 但是如果他们发动了那些所谓不可逆转的暴力行动 我相信他们只是自毁前途 也都对香港构成重大的伤害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